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你的手术大概完成多少例 你有什么独步的技术 可以让全世界的大师都敬重你 成为我们前世一流大师的这种秘诀 在那里跟我们观众稍微详细解说一下 我们不敢在很多老师面前 我们只是 我会认为我在心脏外科 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医师 这样子讲比较恰当 负责任非常有爱心 我做的心脏手术一共是3725个 各位听听到3700个心脏手术 这是多么不简单 我想说这个数字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 就可以让你把你的生命交给郑教授来处理 就是说你一定要非常专注培养出一种非常有耐心的一种技术来做3700个 所以我也这么讲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对的医师 心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想想心脏不跳了你能往哪走就没了嘛 所以心脏手术要交给一个有技术的人 其实就用冠状动脉心脏病 它我们能够外科医师能够接的血管都是这种大型的 比较粗的血管 以前都只有脚 现在还有哪地方可以取血管 像在胸骨里面的叫做乳内动脉 乳内动脉血管 还有前辈 前辈动脉 手臂动脉可以取 前辈的脑动脉 甚至还有胃 网膜动脉 这些都是可以用来进行血管的绕道 那我听说达文西内视频取血管 那个郑教授是技术独一无二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郑伯志 其实是这样的 所谓内视镜取血管 有内视镜取静脉跟内视镜取动脉 内视镜取动脉就好像这种脑动脉 用内视镜取前辈的脑动脉 那也可以用达文西 机器手臂来取乳内动脉 也可以 也可以用内视镜取大腿小腿的叫做引静脉 引静脉 我们在最近常常所看到的就是 内视镜取大腿的静脉 有些人觉得不好 为什么不好 这个就有 这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我们在国外常常有些报道就说 有些医院它的成果很好 有些医院的成果不好 其实这是有诀窍的 在用内视镜取静脉 它不能太用力去破坏它的原本的结构 有些人他看 像这个血管太细 他也不能去 血管太靠近表皮层 他也不能去 也是医生的技术 对 它有很多诀窍 关键 假如说你不该做的 去做 很勉强去做 那这样取出来的血管 接在心脏上面 它的成果就很差 所以这个技术上非常重要 技术也牵涉到你所用的仪器 是不是很先进 很精密 非常重要 对 没错 目前比较常用的大恩西的机器手臂 它除了取内乳动脉之外 乳内动脉之外 它可以在这个 现在还有更新的技术 就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机器 把心脏的血管把它特别挑起来 然后挑起来 挑起来 挑起来 然后 挑起来什么作用呢 就把这个乳内动脉接在前僵之上 在国外有些技术很不错的一次 它专门来做这种达文西的血管 这个也不错 这都有条件限制 假如说你自己的经验 要是还不到那个阶段的话 你就盲目使用这种手术 它是有危险的 所以任何一个比较尖端的技术 还必须要经由不断的磨练 不管是去国外参访 或国外医师来我们国内指导 都要经过这个学习过程 稳定了 它才能够让整个手术 比较完善 这样才能够造福你的病患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 对我们医生来讲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尤其是心脏血管这么精密的地方 那今天我觉得来这边兽医非常多 当然学习到从郑教授这边 学习到我们许多关于心脏血管 外科方面的尝试 那今天呢 最后我再请教副院长 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叮咛跟建议 给这些冠状动脉心脏病 可能会发生心肌梗塞的人 一些小秘诀或叮咛 这个也很重要 刚刚不是说过要控制三高 然后戒烟加上运动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之外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其实保持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你平常会得到这种心脏病 常常就是叫做A型的人格 就是什么事情都力求完美 这力求完美当然是很重要啦 但是如果说这个力求完美 已经影响到你个人的生活品质 什么事情都要百分百 一百分 那这样的话 你只要遇到稍微的一点不顺利 就会生气 就会脾气急躁 然后让周遭人都觉得你很难相处 这样子对你的心脏是不太好 所以还是要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那我想这个东西在我这个年纪 我已经感受到培养一个兴趣 或是有一个宗教的信仰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一直以前一直不晓得 宗教信仰有这么多好处 后来还知道说 为什么宗教信仰的人 像基督教他常常唱歌赞美主 佛教常常奔乡祷告 我无欲无求 因为你把所有的烦恼都交给神去处理 我自己就没烦恼 这是这个后来我体会到的一个 非常大的宗教的好处 所以你也可以培养一些你的兴趣 因为人一旦有了兴趣之后 你会忘掉很多的困难和苦恼 但是如果你要像郑教授这样做这么剧烈运动的话 那你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体能负荷 是你有像这么强壮的身体 你才能够再这样 像我过去以前我也是喜欢游泳 那我一个礼拜去学一两次 我连冬天含流了我都跳去游泳 但现在有点保守就没有那么剧烈 只是做一些跑步啊 所以我想郑副院长讲得非常正确 即使再厉害的医生帮你把心脏处理好 如果你还是每天大吃大喝不运动 抽烟喝酒 尤其是抽烟这个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子 所以有些人不晓得为什么我抽烟 我可能得肺癌啊 肢气管炎啊 或是肢气管扩张 跟心脏有什么关系 错 跟心脏就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冠状动脉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 抽烟一定要戒烟 所以我们讲到今天呢 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这一集请到大师级的 全世界大师的郑伯志教授 来我们节目里面 如果全世界包括所有的世界的人 说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 如果你对台湾的医疗有信心 医疗技术有信心 对我们所提供的重磅级医师有信任的话 请你就要到这里 好好的找医生聊聊天 因为我们博智副院长具备了我们前几期所讲的 他是一个倾听关怀同理心 这三个集于一身的良医 非常优秀善良的医师 在今天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博智也叮咛 大家一定要把生活习惯归都做好 希望呢大家能够把你的心脏保护好 不要让心脏受损 因为他是一个你的马达 马达一挺你人就没了 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集见 喜欢我们节目的人 请你拿起你的右手 在你的右边下方方红色订阅 点下去订阅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我们可以直接转给博智帮你回答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 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 按赞留言 各位狂音秀的朋友 假如你的朋友 有关心脏方面的疾病 欢迎你留言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会在下个节目 为各位解答 谢谢 我们讲到郑教授 他的丰功伟绩 我就是真的自探佛儒 曾经他做过什么样的 大家记忆犹新的一些案例 这两件的空洞国际的事件 都跟我们政大国手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 别的医生做不到 他做得到 这个我们都要感念前辈的付出 才会让这个技术 比较成熟 让我能够利用 用在治疗病人的身上 当然用的效果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我必须要说 一位医疗成果的成功 技术的成功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大组团队的努力 希望大家及早认识预防医学 早日做好养生保健 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尝试哦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我们的频道